詞曲 李宗盛 首先我们会欢迎一下 看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的 不知道在我右手边有没有 左手边 都是大家互相认识的 在未开始之前我们有些家事分享 第二项多谢潘牧师今天来到 为我们来到正道有讲坛上面的分享 第三 今天我们都会为责富民宣教基金 来收取奉献 如果第一兄姊妹有感动的话 可以在你的奉献信封上面写一个责字 或者是Jeffrey 我们就会将奉献 摆入责富民宣教基金里面 下个礼拜 是圣贷水礼联合崇拜 除了浸礼之外 还有教会 还有献英礼一起举行 留意是下个礼拜十点钟联合崇拜 十点钟 第五项 今年的圣诞节刚刚是礼拜日 传统的圣诞庆祝晚会 将会是改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到 是在12月25号来到是举行的 当日是会是一个是家庭的联合崇拜 也都是早上10点钟开始 欢迎三堂的弟兄姊妹 和你们的小朋友一起参加 一起来到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当日会有 不会再会有 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了 楼下的库堂 是会有一个大的屏幕 可以给有些家长需要在楼下聚会 可以大家在一起 换一个说话说 提醒大家 由下个礼拜日 再下个礼拜日 连着两个礼拜日 我们都是联合崇拜 是早上10点钟举行的 第六项 明年2023年 教会的主题是 互相效力 主题经文是 罗马书8章28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主 就是按他指以被召的日 另外第七项 2022年很快将会过去 在这里邀请各部门 或者是团契的团长 或者是打理的 都你们可以赞着一个事工报告 加回来给写字楼 因为我们准备是出2022年的一个年报 一直都会提醒大家的了 直接收到你们团契 在这里邀请回来的事工报告 圣诞期间 我们也会为介财总食物银行 收集罐头这个食物 你如果有感动的 可以带罐头回来 放在教会门口就可以了 最后 每日读经运动 我们仍然是继续着 今个礼拜 是读到比德前后书 和约翰一书 报告事項是这么多 今天宣教的经文 在诗篇96篇11到13节 请听我读出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若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 审判万民 扶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今天的崇拜 请大家宿敬静默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 观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请《大英之母》这一童戏纳唱三一种 《大英之母》 尊与真身满腹痴痕 地上生命当真主人 前上满军众赞助你 这名是福星至圣灵 阿们 请大家愿站立 我们一切同心祷告 潘牧师 感谢祈祷 请我天赴我们多谢你将我们从水手到年终 保守我们的脚步 又多谢你给我们的力量 一路走在你的独路当中 当我们快要完结这个今年的时候 我们又被提醒要纪念 为我们而生 为我们而死的 求助耶稣基督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好好地 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去多个人的思考 也愿意去和我们身边的人去讨论 讨论到主耶稣的诞生 谈论到祂的事迹 谈论到祂为我们完成的救恩 好叫我们能够帮助更多个人 有意志地去过今年的成诞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新年的当中有新的主题 让我们以互相效力去承接前两年的教会的主题 好叫我们从心竭力 站立得稳 为所算的福音齐心努力 将以下崇拜交令的受当中 求你临加在我们当中 接受我们的敬拜 以致我们所做的事 无论是读经奉献诗歌 听道或者讲道 都能够梦你自己的祝福 我想祈祷奉耶稣命靠 阿们 请坐 现在请大家一起去读金句 今日的金句是在提摩泰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好 我们可以一起去读 好 起 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潜在 只要倚靠那厚志伯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十七节 好 跟着我们请徐永彬帝兄 带大家唱赞你的诗歌 好 好 好 丁姐妹早晨 当人口渴的时候最需要的或者最渴慕的 喜不示债那杯水 但是很可惜的是 人他是偏偏花尽一生的金钱 努力去追求一些事物去满足自己 他是忘记了神里面是有那杯令人不再口渴的水 今天早上和诗琴预备了两首诗歌 第一首诗歌是《何无你》 邀请你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两次 明天指 stabilize 神啊 祢是我的神 别要主 Macron 全面的人找靠 chart 祢是我的神 我抑制全面的人找靠 chart 你 聖上你心中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聖上你心中的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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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彻彻彻的成功 在江湖片花 我无数字里 我的生意知的结束 你信哪儿 你是我的手 我彻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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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 最幸好责美你 将我心惊怀你 责美你 忍怀你 你也知道我心惊怀你 心惊怀我 心惊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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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 为佛 为佛 如飓水而尽 羞绝你心惊怀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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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會正常 接到第二首想和你分享的詩歌是《平安的管道》 謝謝師父 但願就是上帝公道 平安的福音藉著我宣告 重新愛意到世界每一場 神滅耀化作祈禱的幻想 還願就是上帝公道 我們的祝福積作無點意 不叫這冷冷世界的溫暖 人類發放祈禱的光線 願願聽著一生來歸世人 願願意射入世間的大家 祝福積作無點意 成功法 祝福積作無言 祝福積作元 真正的禁音 真正的禁音 我們每壁參拜 東西上的禁音 從世界也看見榮山東向 淡雨也向其中一地波長 前陣子看了一些新聞 觸動了自己 是鞅合香港教會人口的流失 網報說一間小的教會 逃了大概40多人 答給你 如果那間教會有400個人參與同上信會的話 一至同一會會這樣 這些大的教會 沙田的信信會 1000人的嘴唸 只剩下7、6人 你和我都見證不到 這次的演員前 我們很大一會 我們不單止是 你向我教會 深入的第一節 你能見證到 我們自己本身的教會 因為要為演員前 得著 一分得與其他人的祝福 我們和那些海外教會一樣 特別是廣東坡 有很多新的教育 當我們視想 在聚業會 進入的新的教會 然後 用相效力 頂證 你如何回應呢 你如何將一些新的人 擁有自己的心有呢 請我們再唱 詩歌詞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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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請請請請請請請妳 我已到世界乎一座 十年要花着基督的本书 天空就算帝无奈 无奈的珍珠珠珠珠珠珠珠 天空就算帝无奈的忍住 无奈的忍住 天空就算帝无奈的忍住 天空就算帝无奈 恨恨愿无声 世上的大大力 无恨心 无恨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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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着世上帝无道 永遠的故事剩下我選擇 全世界也看見永信光滑 若如也幸喜賦人的過程 多謝Eric帶我們唱一首詩歌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個流通的管子 好,我們現在是收奉獻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你是不需要參加 你可以將你的奉獻在散了會之後 放在前面這個奉獻箱裡就可以了 好,我請大家低頭,我們為奉獻你的奉獻 七師傅,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的,我們是每日我們所的生活上面 你都是供應到給我們,讓我們無一所缺 你都是讓我們可以享受 不論是在物質上面的,或者是心靈上面的 特別從你的話語上面,你都可以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得到你自己的祝福 在年底的時候,我們更加要鮮嚴你 你自己在我們身上,在我們的家庭裡 你給到我們的恩典,我們真的一一要去數清楚 大英姊妹今天是一個奉獻 我們在這裡,特別是為習富民基金 一個宣教的基金 由大英姊妹有這些奉獻 是希望,是將你自己的福音 能夠是帶到未得之民之地 求祝你是祝福,也都是讓,有機會 我們猜派的宣教士 或者我們就在我們旁邊的鄧姊妹 對於宣教,對於傳福音,都是有一個負擔 好叫這些的好消息,都能夠是帶給世人 特別是在聖誕節的時候,主耶穌的降生 當更加我們是先年 求主願你願立我們的奉獻 我們祷告,是奉主耶穌基督明教 阿們 好,再次請大家讀一段的經文 這段經文在六家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四節 大家可以看環燈片和我一起讀 不過我想是弟兄讀單節十七節 然後姐妹作回應讀十八節 好嗎?好,我們現在請弟兄先開始 十七節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啊,因你的命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姊妹 我已經給你們權備,可以戰立蛇和蝶子 由聖過籌敵一切的能力 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主啊,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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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向嬰孩就顯出來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滿意本事如此 提早再與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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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祇 耶穌全身暗暗地對門徒說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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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都可以, 但我明明都可以, 以我明明都可以, 但我明明都可以。 好, 麻煩您的姐妹, 今天有潘牧師在這裡和我們整理, 整理的題目是喜樂。 麻煩您的潘牧師。 麻煩您的潘牧師, 雖然還有兩個星期, 都要讓我先在這處公祝大家聖誕快樂。 不知道大家這聖誕怎麼過呢? 或者會去滑雪, 或者會去溫哥華, 走個圈。 那我就發覺我的鄰舍, 就有一個很獨特的過聖誕的方法。 或者叫做紀念慶祝聖誕的方法。 每一日和師母行路, 都會經過這家的鄰舍。 他們在十月中就開始佈置家了。 大家知道十月中佈置是什麼, 就是萬聖節或者鬼王節。 所以他們在滿前放了一個很大的骷髏骨頭。 真的很大。 如果我站在平地看, 骷髏骨頭比這家屋更高。 那當然實際不一定, 遠近的問題。 那沒什麼, 加拿大很多人都佈置萬聖節或者鬼王節。 甚至有獎品拿的。 那沒多久, 十月中就來了, 那個骷髏骨頭還在那裡。 沒有打算拆, 這麼辛苦起了就不拆了。 後來留意一下, 不是因為家門口掛了兩個圈, 聖誕的花圈。 那些Holly's的圈, 大家知道是聖誕節專門用的。 那我說這家屋很可愛, 鬼王節的骷髏骨頭還在那裡, 掛了兩個聖誕花圈在那裡。 那到十月頭, 還好。 他把骷髏骨頭穿上聖誕老人的衣服。 我說這家屋真是困難了。 就知道是過什麼節而已。 不過他都很有心, 把骷髏骨頭拿走了, 只有頸到下面而已。 聖誕老人沒有頭的。 那我見到之後, 就覺得很有趣。 不過我亦都覺得很可惜。 相信這可能是很多加拿大人對晚聖誕節和聖誕節的印象。 這些節有什麼意思呢? 開開心心過了就算了。 過節最重要是好玩而已, 好像許娟傑唱的歌說的, 最重要是好玩而已。 所以他們憑著自己的想法的構思去過聖誕。 我們這群認識真神的人怎麼過聖誕呢? 這值得我們思想一下。 十一月最後的星期, 陳達克牧師在我們當中講道的時候, 曾經向我們介紹這個張臨節的事件。 其實張臨節在教會的禮儀當中有兩次的。 有兩個事件。 第一個是主耶穌誕生在馬曹那一節。 第二個是第二次是主耶穌在內。 我們第一次叫做張臨節中文。 其實也不是很正確的。 耶穌出生了二千年, 還張什麼臨? 張臨應該是第二次才對。 不過傳統的就是這樣用。 第一個是張臨節。 在這個張臨節的前四個禮拜當中, 分別有四個不同的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盼望。 第二個是平安。 第三是喜樂。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題。 第四個是人愛。 上個星期曾國和牧師也和我們提起這件事。 不過他列舉了四個次序, 和上面的四個次序不同。 其實教會有二千年歷史。 不同的鄉下、不同的風俗, 都是四支蠟燭。 不過四支蠟燭的名字都不一定一樣。 不過我們不需要執著, 哪個先哪個後, 或者這個名字不是那個名字。 今天我也想借這四支蠟燭的作為主題, 和大家分享喜樂。 我先要講一個Disclaimer。 我不是禮儀教會的背景長大的。 我一星人去過四間不同的中派。 第一個是香港的中華聖結會, 是一個獨立教會。 雖然叫做聖結會, 但是不是靈人派。 第二和第三, 分別在七四至七六年, 我在溫哥華去的兩間教會。 我同時去兩間教會。 因為當時的縱燭同很小, 只有十幾二十人而已。 我在教會當中服侍, 覺得不夠。 所以就去比較大的浸訊會。 參加團契, 上廚又學, 去學東西。 接著在洗教會當中服侍。 所以在兩年當中, 我分別參加了這兩間教會。 第四間, 就是我參加最長的宣導會。 第一間宣導會是Saskatoon, 第二是Latherish, 第三是Winsor, 第三是Vegina, 跟著Winsor, 跟著再來Victorley。 所以我參加的宣導會也算是幾多。 在這四個中派當中, 都不強調教會禮儀。 所以我在教會三十幾年當中, 都沒有將教會禮儀傳給教會。 相對來說, 范牧師對教會禮儀比較熟悉。 所以大家想對教會禮儀多一點了解的, 可以向范牧師請教。 雖然我選第三個主題, 但我不是用傳統的教會禮儀或張臨節用的經文。 我在耶穌生命當中選了一段, 我覺得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的經文。 所以如果大家在網上去找經文的話, 你應該是找不到我今天分享的這一段。 首先我們要看看這段經文的背景, 因為大家大部份都看PowerPoint。 所以多數都看不到聖經前講什麼。 如果大家手上有聖經, 大家翻開一下, 或者用你的Apps, 轉到第十章的一至十六節。 我簡單地跟大家講這十六節當中所給我們的背景。 原來主耶穌在那個時候就派了七十個人。 有古卷是寫七十二的。 那到底七十或七十二呢? 有人爭吵猛的,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七十和七十二差兩個人而已。 不值得寫一大篇文章去爭, 到底是七十或七十二。 當然有各有各的看法。 七十個長老, 七十個二。 接著有七十四, 七十二。 咬來咬去, 我們不進入這個討論的當中。 主耶穌的分派就是他們每兩個人一組, 即有三十五組或者三十六組。 他們出去傳福音。 在聖經的記載當中, 派這七十個人和主耶穌派十二個使徒幾乎是一樣的。 不過聖經跟我們說, 他們的出發的原因有些不同。 派十二個使徒的時候, 聖經說明他是為耶穌預備道路的。 即是他知道耶穌將會去哪裡了, 他就去前面預備一下。 耶穌去的時候, 就能夠順利一點。 但這七十個就沒有特定的指令。 即是你三十六組或者三十五組的傳道人, 他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沒有指令的地方。 總之是散佈在不同的地方, 傳福音。 聖經就沒有說到福音的內容。 大家都記得, 主耶穌和施世約翰傳福音的時候都很簡單的。 天國近鳥, 你們應當悔改。 我們相信這三十五或者三十六組人, 主要的開頭禪, 開頭禪的說話, 應該都是你幾個字。 在書法之前, 主耶穌給了祂很多事前的準備。 第一個, 主耶穌強調祈禱的重要性。 沒有寫在這裏, 不過與工作多, 工人少是有關的。 主耶穌說, 要收的莊架多, 工人卻少。 所以, 應該求莊架的主, 多差遣工人出去。 這是第一個。 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們團契也好, 在教育店服侍的話, 你記得這句話, 工作多, 工人少。 Don't complain。 主耶穌一早就說定了。 主耶穌並沒有隱藏這件事實。 當然, 我們當中沒有參與侍奉, 也沒有閒眼理。 主耶穌既然說, 工作多, 工人少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做事? 所以我們很好的提醒自己。 第二個提醒是, 工作會有危險, 你們好像揚進入囊群一樣。 所以, 我們很感謝神力加拿大侍奉, 都是沒有什麼危險。 在其他地方侍奉就不一定, 好像我們這樣安舒了。 第三, 神會供應一切的需要。 不過, 工人就不可以挑挑剔剔。 這個對弟兄姊妹很好的提醒, 對牧師傳導人是更大的提醒。 不要比較, 不要說為什麼隔壁吃鮑魚。 我都是全包宴, 不過是叉燒包、菠蘿包。 不要比較, 別人吃鮑魚有別人的事, 你吃菠蘿包、叉燒包, 再吃菠蘿包、叉燒包。 不要比較。 第四, 時間緊迫, 不要擔言。 這個就是總決了一至十六節所講的。 當然, 有些應許, 有些警告等等。 大家可以回去參考這十六節經文。 這七十個人就出發了。 但是我個人猜, 他們短孫的時間不會太長。 我猜是有理由的。 在第九章第五十一節就說了。 聖經說, 他們走路的時候, 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 他就定義向猶路撒冷去。 這是九章第五十一節。 主耶穌已經知道, 他被賣受死的時間很快便到了。 所以聖經的勞家福音跟我們說, 他就定義或者轉念, 將他面向猶路撒冷。 大家知道, 由加利利去猶路撒冷快的兩天便到了。 他條一點就是一個禮拜。 再拖延的話是兩個禮拜。 再走晚一點就是三個禮拜。 所以七十個人出去傳播音的時間不會太長。 不會太長。 當然, 路加的次序是否一定是這麼緊密呢? 當然有不同的說法。 不過, 第五十一節就說明了。 以後的事與耶穌面向耶路撒冷有直接關係。 即是說, 發生在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完了。 他知道他要被出賣。 他要被釘十字架了。 所以, 無論是三個月好, 六個月好, 那段時間就是這段時間。 所以我才大膽地說, 這個短孫不會太長。 我們回來的時候, 就將他們的經歷和主耶穌說。 但聖經又隱藏了大部分的內容, 只是講了一個結論。 路加用一句說話, 總結他們的經歷。 這句說話就說, 連鬼都服了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隨便說, 我服了你了。 服了你了。 門徒第一個說, 連鬼都服了我們。 說起鬼服我們, 我也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在教會侍奉這段時間, 我有機會參與一次而已。 這麼大把, 趕鬼。 那時候還年輕, 沒有經驗, 所以拘捕了一些有經驗的西日牧師, 就來幫忙。 兩個牧師, 找到長老去為這位的肢體討告, 搞了幾次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個人其實是瘋的。 根本是鬼服。 所以覺得幾可惜, 唉, 真是。 本來有機會趕下鬼, 都沒得趕。 所以鬼服我們, 真是很開心的。 真是靈性的高潮。 所以被鬼服, 鬼都服我們, 真是很開心的事情。 而經文第10章第17至24節, 基本上就是, 主耶穌對門徒這句說話的回應。 首先第17至20節, 本來向門徒指出了一件事, 主耶穌沒有說到鬼服你們不應該開心。 主耶穌說我們更加應該為另一件事開心。 所以門徒說你們有一件應該開心的事情, 不過不是鬼服了你們。 那麽這件門徒應該開心的事是什麽事呢? 今天我們要去看一看。 70個門徒在主耶穌一聲令下出去, 其實回想起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給祂一個like。 在神說祂一定會供應一切的情況之下出去, 在開芳、火熱、吃虎的口號下出去, 開芳、火熱、吃虎是建道神學院的口號來的。 是從建道神學院畢業的神學生, 每個都背熟的這六個字, 要去無人傳福的地方開芳。 我們要火熱去做整個工作, 我們要有吃虎的精神。 在這兩個口號出去的人呢, 他一是就癡善, 一是就他很有信心。 大家覺得這70個人是癡善還是很有信心呢? 那我相信他們應該是很有信心的。 70個人一切施善就很少可能發生的。 70個癡善, 那真的很難。 但你想想, 神供應一切就出去, 不戴前郎, 不戴X的鞋子, 什麼都不戴。 那那天沒有人招呼你, 你怎麼搞啊? 你嘗試去旅行, 什麼都不預備? 你嘗試去台灣自由行, 什麼都不預備, 才準備一下? 你會不會做啊? 連棍子都不戴, 連棍子都不戴, 被人打的時候, 連打狗都不能打。 那怎麼搞啊? 那怎麼去呢? 開芳火熱, 吃虎吃得飽啊? 吃虎可以飽, 我們每個人都很飽, 不用吃飯的了。 那不是啊。 但是這群人去了, 聖經沒有跟我們說這七十個人的遭遇,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七十個人面向的是什麼啊? 第一個地方就是撒瑪利亞, 耶穌去加利利嘛, 你去耶路撒冷, 先經過撒瑪利亞的, 他不是自己人的地頭傳福音, 容易啊? 我試過去香港的時候, 去新界派單張, 是方隻狗啊, 我們兩個年輕人就走到沒氣頭了, 都不用找人打我們了, 這麼容易啊? 去一個敵對的地方, 兩個人什麼都沒有, 你就這樣, 什麼叫做心口有磨啊? 膽粗粗就進去啊? 而且他們面對的人, 都是低下層的社會, 這些人再尊重他, 能夠給的什麼好吃啊? 真是叉燒包, 菠蘿包你都沒得吃啊? 是嗎? 吃個懶恩餅啊, 現在在Warmark賣冰的, 四元就五個, 回來買來試一下, 煎回去試一下, 那不是真的很好吃的, 你不放料, 就這樣咬餅, 咬到牙都掉了, 所以, 人家再禮遇, 又怎樣呢? 會有好好的食物嗎? 會有好好的住的地方嗎? 當然沒有啦, 不過這些已經不重要了, 對全事奉神的人來說, 不重要, 又沒得吃, 又沒得穿, 又沒得穿, 不重要了, 重要是工作有果效, 是嗎? 所以他們回來, 甚麼都沒有說, 只是說一句話, 連鬼都服了我們, 即是說, 事奉好又好客咯。 這句話代表了門徒內心的喜樂, 亦都是他最孕以為榮的事, 亦都可算為他事工的高潮, 我相信我們都有類似的經歷, 是嗎? 我們曾經為教會坐滿人的感恩, 還有人跟我說, 你不記得嗎? 牧師那次的報道會, 我們坐滿了, 家庭坐滿了, 還在外面, 這裡坐在外面, 外面都有坐人嗎? 亦都有感覺, 原來我們有TV在外面的, 因為我們有經歷, 是嗎? 現在為什麼外面有TV呢? 我們試過坐350人在這處, 我們很開心的, 誰不開心呢? 我們報道會最高, 最高決志人, 只有十幾人, 怎會不開心呢? 我們這樣, 我們快樂, 然後很多人寫信給我們說, 華人宣道會, 亦都有華人宣道會, 真的好教會, 我去到時覺得很溫暖, 我真的感受到神的同罪, 你不開心嗎? 收到這樣的好評, 但這些真是快樂的原因, 是我們應該值得我們起落的基石嗎?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QJ, 我不是什麼都整色火, 我亦都不想讀牌重義, 不過我們想一想, 出席人數少, 我們就不用感恩嗎? 我今早上跟郭教堂說, 郭教堂最少人只有一個人, 不過我們補充, 那時候其實教會還未開, 個人不知道教會還未開, 就中了入力而已, 人少就不感謝神嗎? 今天我們人多當然開心, 但人少一點就不感謝神? 開報道會沒有人信主, 不用感恩嗎? 我試過開過一次, 一個人都不信了, 也不是這樣的緣故, 我不再講報道會了, 遲之沒有這麼有恩賜, 不敢講了, 沒有人信耶穌就不用感恩嗎? 我們因為忠實說神的說話, 被人惡評, 那你就洩氣嗎? 不是吧? 所以我們的喜樂, 不應該只建立在人多, 或者不應該只建立在人少, 我們的喜樂, 根本上不應該建基在這裏說, 就因為我們往往將喜樂 建基在錯誤的基石上面, 所以我們常常感受不到神給我們的喜樂, 主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 將我的喜樂給你, 你看看《約行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 主耶穌說得很清楚, 我留下的平安喜樂, 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為什麼我們沒有呢? 主耶穌說提醒門徒, 他說你們不要因為鬼伏了你們歡喜, 不是說不應該歡喜, 不要搞錯, 都應該歡喜的, 但是你更加要因為你的名字記錄在天上面, 來歡喜, 師兄師妹, 你知道你的名字記錄在天上面嗎? 如果你沒有任何喜樂的理由, 這個就是最大的理由, 沒錯, 撒旦的落拜是值得高興的, 大家記不記得嗎? 主耶穌說的比喻當中, 有一次他說, 有人來到我面前, 到當那日, 有人到我面前說, 主啊, 我奉你的名, 趕鬼, 醫病, 講道, 主耶穌說, 我不認識你的, 所以說鬼, 趕到鬼就可以了, 不一定的, 鬼伏你不等於你, 就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 因為我們的名記錄在天上面, 來開心快樂, 沒錯, 我們的救恩, 才是我們起落的正式的基石, 消滅撒旦固然好, 但願不及與我們與神建立和諧的關係, 更重要, 所以親愛弟兄師妹, 我們從整個關係怎樣呢? 今天你可不可以因為你的名記錄在天上面, 而起落呢? 摺落的21至22節, 如果我們是這樣讀的話, 省眼讀的話, 覺得是風馬牛不相笃, 主耶穌在21至22節裏面就祈禱了, 正當那時, 耶穌就歡樂, 就說,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這個是討告你, 主耶穌也知道, 如果不加上正當那時, 這四個詞, 我們真的可能在那些樹大刀切, 切了另一段經文, 是另一件的時跡, 但是主耶穌不想我們將這件經文大刀切, 他確保我們要知道這段經文是銜接上一段的, 所以是正當那時, 就在那時, 主耶穌就傳念向天, 向神討告, 而作這個討告, 就是我們覺得風馬牛不相笃的討文, 或者因為這四個字, 我們就知道21至22, 這兩節的討告, 和前面的四節經文是銜接的, 有關係的, 所以下次有時間的話, 好好地把這段經文讀過, 讀過, as a one unit, 讀過, 不要這麼快大刀切, 這段經文不關的事, 是第二段來的, 主耶穌跟我們在說什麼呢? 前面已經說過了, 他說你不要因為鬼伏你就開心, 要因為你的名記錄, 作為生命殺神, 天上而喜樂, 所以前面只有兩件事, 門徒回來, 很開心鬼都服了我們, 主耶穌說你應該為你的名記錄, 在天上感謝神, 所以第21節所討告的, 因為你將這些事, 這些事是什麼事? 前面只有兩件事而已, 門徒回來很開心鬼伏我, 主耶穌說你不要只因為這樣開心, 你應該更加為你的名字在天上開心, 只有兩件事而已, 神將什麼事隱藏? 大家一想就想到, 所以隱藏的就是, 我們的名字記錄在天上, 是嗎? 鬼伏, 我們很多人都鬼伏, 很多人都試過趕鬼經驗, 是嗎? 鬼伏, 趕鬼的事情不奇怪, 是嗎? 旧約裏面有,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有, 主耶穌說連花里塞人的門徒都說鬼的, 即是鬼伏你沒有什麼大必要的, 但是唯一我們不知道的, 隱藏著的, 是我們的名字被記錄在天上, 所以看回經文細心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耶穌為什麼感恩, 耶穌為那七十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記錄在天上, 在天上感謝父神。 弟兄姊妹, 這是不可多得的討告, 主耶穌為你, 主耶穌為我, 信耶穌得救恩, 而感謝神。 祂個別的因為你和我, 而將榮耀讚美歸給天上的父, 這件事我們必須留在心裡的, 所以, 我們更加應該為我們的名被記錄在天上, 來感恩。 路加和我們說, 主耶穌是被聖靈感動而喜樂的, 他說,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感謝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讀過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讀下去很突然的, 我們也讀一次, 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大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 父說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父我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 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子是的, 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這兩字經文讀下去, 這兩字經文說的是, 這件事就是指人因為尼塞亞的功勞, 而得到救贖的知識。 我們因為尼塞亞所完成的工作, 我們可以確定我們得救的知識。 這句知識你不要笑, 對我們新約信徒來說, 是雜資以上, 個個都認識的了, 但是讀回聖經, 聖經好時才死, 這句說話的話, 約翰風一筆章十二字說什麼?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是貪門權並作神的兒女。 是約翰風一筆章十二字。 我們讀信經更加以為, 耶穌還沒出生就說了我, 不是啊! 主耶穌出生差不多一百年後才說這句說話。 約翰九十幾歲才寫這句說話。 所以我們看聖經真的要小心, 原來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懂得感恩, 所以我們沒有喜樂。 信完耶穌有什麼好呢? 信完耶穌不好啊? 人家盼了幾千年都盼不到啊。 說回來, 主耶穌是利賽亞, 你以為沒有人知道嗎? 如果發利賽, 人家祭司不知道他是利賽亞, 他們就沒有罪了。 但他們明明知道他是利賽亞, 但是他們不肯接受啊。 他們說什麼啊? 拿撒拿出什麼好東西啊? 他反對人, 你看看聖經吧, 加利利有出過先知嗎? 聖經說加利利有出過先知啊。 他們禮橫折曲, 將聖經改寫, 甚至改寫, 為的目的就是不要耶穌。 所以這班人知道利賽亞是誰, 就是耶穌了。 但是他們不肯接受, 這班自以為有智慧, 有聰明的人。 反而那班, 什麼都不知道, 就以世民仔單純的信心, 聽到什麼就信什麼, 見到什麼就信什麼的人, 反而見到利賽亞。 所以我們將這兩節經文, 或者討告總結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說, 如今神既將救人的工作交給耶穌, 又將能夠將賦顯明的權命交給祂。 兩句說話, 第一, 請救人的工作交給耶穌。 第二, 神有將能夠將神顯明給人的權命交給耶穌。 兩件事。 所以他有兩個感恩。 第一, 是感謝神的美意, 第二, 讓主耶穌能夠完成救恩, 並且能夠將神顯明。 第二, 就是為主耶穌所向顯明的人, 他們知道他們的救恩已經確實, 來到感謝神。 都是禁止, 請你們回去再看看這些文, 好嗎? 說了這大堆, 其實他所說的就是一句說話, 主耶穌是為門徒能夠知道已經蒙恩得救而開心。 弟兄姊妹, 你知道嗎? 我們教會的長老, 我們的弟兄姊妹, 都因為每一個重新得救的人而開心快樂。 主耶穌因爲你相信祂, 而高興。 好了, 最後兩次經文, 主耶穌祈禱完之後, 就轉面向門徒說了。 這兩句說話是很有趣的。 耶穌轉身暗暗地對門徒說, 看見你們所看見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訴你們, 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沒有聽見。 我們很快就很容易就說, 好,是呀, 我們看不到主耶穌, 我們看不到主耶穌, 我們看不到主耶穌廣道。 不是, 這個 context 不是在說這些東西。 這段經文不是在說見不見到主耶穌行神職, 不是說主耶穌廣道幾好聽, 不是。 這段經文的背景就是, 你以為鬼伏你, 你就很開心。 主耶穌說不好, 不是。 所以同一段經文放在另一個 context, 有另一個意思。 所以弟兄師妹, 我們要活用聖經。 不要以為在那段經文, 在那個 context 上中是這樣解釋, 所以那段經文就是這樣解釋, 不是的。 經文的意義是在上下文裡面決定的。 古代的先性先言, 想聽什麼, 想看什麼? 大家看回希伯羅書第十一章。 為什麼廣東課經常都不夠時間呢? 我講廣東話說多了, 好像吵吐的東西。 不管怎樣都好, 你看回希伯羅書第十一章。 希伯羅書的作者說明, 這班憑著信心望, 但是得不到, 卻死了的人, 等什麼? 等你和我, 一死同德啊。 明白這個意思嗎? 古代的先性先言, 都渴慕有得救的確據的。 但是儘管他們明白了所有舊約的聖經, 他們都看不出主耶穌的輪廓來。 所以他們只用單純的信心相信, 那審判天地的主能不行公義嗎? 記得這句說話嗎? 是阿伯拉罕捷神的。 神要懲罰所多萬俄波拉, 阿伯拉罕贈神一句這句說話, 審判全地的主能不行公義嗎? 神當然不會不行公義。 所以舊約的二人, 都是憑著神所講的說話, 盡管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能夠完全理解到主耶穌的救出, 如何完成, 但是用單純的信心去等待, 去接受。 而是當我們接受的時候, 祂和我們一同歡喜快樂。 所以我們可以說, 知道自己的名秘記錄在天上, 是先聖先賢, 夢寐以求的事。 但他們不可得。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當他們, 當先聖先賢, 知道我們, 知道我們的名秘記錄在天上的時候, 他們的喜樂, 我們用什麼去描寫呢? 真的不能描寫, 所以主耶穌也不浪費時間。 不能描寫。 但他們想聽, 他們想見你們所見所聽的, 但他們沒有機會。 所以你們不應該開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大人信耶穌呢? 你大人信耶穌, 大人信耶穌的話, 你就明白我說的話。 當你大人信耶穌的時候, 你心裡不是很開心的, 其實關你什麼事呢? 你信不信耶穌? 是嗎? 你就是有那份開心的。 如果你試過大人信耶穌, 明白那份喜樂的話, 你就知道耶穌在說什麼。 最近我學一下人看世界盃, 我沒有看全場, 看recap, 九分鐘、十分鐘那些, 射球、入球那些, 看那些。 我就學一下跟, 八強, 我看了這兩天的八強比賽, 我很開心摩洛哥入了, 雖然我不認識摩洛哥, 我不認識任何一個人。 我發覺, 非洲有一隊進去, 三米也好, 所以, 捧摩洛哥, 摩洛哥入了, 好爹入了, 好爹好爹, 普通牙輸了, 好爹, 普通牙輸了, 其實我對普通牙沒有什麼仇恨, 雖然我覺得斯朗牙叉叉叉叉, 我不是很喜歡他, 但普通牙沒有什麼仇恨, 誰贏誰輸, 沒有什麼所謂, 但我只是一個意念, 非洲隊能夠入, 是好事, 所以差, 我是香港人, 飽受英國人的租賊, 當然很想英國輸, 但不是, 我很想英國贏,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來不跟世界杯, 就是這幾十幾分鐘裡面, 我會很投入, 旋情投入, 當英國輸了的時候, 我真的傷心, 差不多流眼淚, 他說, 十分鐘, 你這麼入氣, 真奇怪, 所以我們想一想, 在我們面前, 一一一一揚, 成世人, 但不信耶穌的朋友, 為什麼我們無同意中, 反过来想 当先圣先然见到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 而且知道的时候 你看看他们的开心有多大 摩洛哥赢了我都 耶 摩洛哥是谁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 人家开心你就跟他开心 有时候我看那些球迷的 痴线的反应 关你什么事 入营波又不是你 拿个杯又不是你 金球长金球长都不是你 那还要打人杀人 神经的 灾就是这种 contagious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份喜乐 下个礼拜是联合崇拜 有人洗礼 有人加入教会 有人献英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着下个礼拜不来 我们自己当中有人受洗 我们都可以不理 我们可以不理 不是啊 我去滑雪 滑雪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人当中有人受洗 不是啊 帝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打球 看世界杯可以这么投入 我们看到我们的帝兄姊妹悔改受洗 我们一点感动都没有 我两个礼拜前听到有人洗礼 我们又八卦 周围问问问 你知不知谁啊 知不知谁啊 那没人回答我 那在团契的网站 也知道有个团契有人洗礼 那我知道了 那我猜到是谁了 那我就很开心了 就知道那天开心开心到现在 帝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人家信主 为人家加入教会 而感谢神而开心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呢 还记得主耶稣的说话吗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四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会改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一个人决志信主 一个人与洗礼归入主的名下 天上面的天使都欢喜着弱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动 当然退一步想 为什么我们对人家未信主 毫无感动 圣诞节是主耶稣将 盼望平安喜乐和人爱 带回来人类社会当中的 这个纪念日 大家记得天使唱吗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主耶稣的诞生 是将人类已经没有了很多千年的 这四样东西 带回来人群的当中 教会也是负责将这四样东西 灌输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没有呢 求神帮助我们在圣诞的期间 很好的思想 我的攀梦有多强 我平安有多稳妥 我起落有多少 我的人爱有多广泛 或者我们会问 为什么我总是感受不到那份喜乐 我给大家三个问题考虑 或者三个的考虑 第一 我们没有市场经历喜乐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 出了问题 意思是说你可能还未重生得救 又或者 你的生命一直在 荆棘侧泥的影响底下 所以 你表现出来的全部是老我 不是新的生命 一个拥有神所示 真生命的人 不可能不快乐 所以你整天都像敏僵 你整天都烙爆爆 你整天都骂人 整天都骂人 整天都埋怨的话 我跟你说 你生命有问题 不是环境 是你的生命 不是你的遭遇 是你的生命 所以你觉得我没有披露 我没有平安,没有盼望,什么都没有,请你好好地检视一下你自己和神的关系 第二,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肯面对不愿意承认的过失 我在温沙的时候去探某老人家,选了几十年 他跟我说潘先生,当时还没按纳 潘先生,我跟你说,我有个偶像,我还没脱离 他说,反正我来你的家,我帮你脱离 他带我到他的室内,让我看一尊佛像,这么高 一块玉的玉佛 他跟我说,潘先生说,没有理由卖给人 基督徒没有理由卖给人,这么害人 扔掉垃圾桶,很可惜,这块玉有多少钱 他就没有扔掉 然后我来这一串,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有问题 不想,不愿意,不承认 所以我们没有起落 第三,当然是我们放错了焦点 如果我们每次都看人数多,信主人多 然后人家觉得我们教会很好 去衡量我们的起落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起落 因为你放错了地方了 所以三个问题很好地尝一尝 章林节的第三支蜡烛是喜乐 但愿大家今年的圣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圣诞 是一个充满了救恩之乐的圣诞 是一个充满了救恩之乐的圣诞 以及是一个活出 你将这个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 其实当我们读 主耶稣在 临到赫西马里园之前所讲的一番的谈论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错失了 原来喜乐和平安 就是我们属灵生命健康与否的好的佐证 如果我们常常有平安 常常有喜乐的话 就证明了我们和整个关系 活泼 活跃 活跃 但如果我们消失了这两样的话 就证明了我们的生命有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 常常有喜乐 常常有平安 但倘若我们当中有人缺乏这两样的话 求你的灵进入他们的心中 鼓励他们 给他们勇气 让他们愿意修复同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发觉 我们不开心的时间比开心的时间多 我忧虑比不忧虑的时间多 求神帮助我们去重新 将我们生命当中的荆棘和测泥去锤 去锤毁 以至我们新的生命 能够因为得见日光的缘故 蓬勃起来 喜乐 是没有得偽装的 喜乐 只是有神能够给我们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圣诞的期间学习 如何靠主喜乐 当我们散开的时候 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 但愿我们在这个圣诞当中 各个能够活现 活现主耶稣生命的圣诞 又愿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相信我们的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开了密土之后 可以给予民安